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 师父传千古 峨眉共比高 这首诗说的正是在 唐宋八大家中独揽三席的 苏寻苏氏苏哲三苏父子 苏氏一门家风赌后 留下了大量与家风家教相关的文字诗词 其中苏氏的名句 古之立大士者 不唯有超士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常常被用来勉励青年 立洪胡志做奋斗者 三苏与运穿越千年 今天的暑期博物馆节目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故里 三苏词去看一看 明月几时有 八九闻青天 不知天桑公却 惊喜丝 川剧版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是不是别有一番韵味啊 那其实这首词呢 也是哥哥苏氏 写给弟弟苏哲的 那两兄弟是从小一起长大 一起读书 一起高中 感情是非常的要好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 位于梅山东坡区的三苏词 那这里呢 也是两兄弟和父亲苏询 一起居住过的地方 穿越千年 那在这里 什么是一直没变的呢 答案就是这口古井 这口井一千年了 它的水还没干涸 其实一直有个传说 就是说 它养出三位大王豪 到书家咱们要做一件事 去喝书家锦水去 这样咱们文思无全有 随不让喝 随后来大家要求 洗洗手也可以 咱们是来沾三苏文气的 但是我们说的是 考试是知识的积累 来三苏词洗手 更多就是取起 一个好的寓意而已 我长大想建造博物馆 生物地理会考全是A 那这里啊 大家许的心愿 最多的都和学业有关 那这也难怪了 因为即使到今天啊 这个苏家兄弟呢 其实也是妥妥的学霸 所以到这里 大家都想表达 对他们的景仰 同时更想向他们学习 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那三苏的成就 到底有多高 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我们看看古人怎么说的 三文词来了很多名家 所以三文词匾和连是特色 前方这个位置就是响殿 这是后人去供奉和祭祀 三苏父子的地方 也是三文词最为重要的一个地方 这幅报纸连一定要读一下了 我们看它的落款 光绪十九年 这是当时在眉山做周派的人 他叫杨庆远 我们看上连 幻季渺南巡 只博得三箭一门 前无古后无精 气使文章 浩若江河行大地 其实今天在谈论三苏父子的时候 会发现 大家更多还是经历乐道 三苏的文学成就 讨论他们做过的世界 还是比较少一些 所以他说幻季渺南巡 但是我们看一下 唐宋马尔家 书家又是占了三席的 在中国古代文学时 他就称之为 前无古后无精了 我们看他们的文章 像江河行大地 他说江河不息 他们的文章 永远被后人去传送 所以他赞扬的是 三苏父子的文章 夏连我们看书哲是 天心原有鼠 任凭他千磨百炼 杨不清 臣不拙 父子兄弟 依然风雨共鸣身 天意原本是有所归属的 任凭他千磨百炼 我们看书哲与书哲兄弟 他们一生经历 试图经历了太多的坎坷 但是他们保持的是 高尚的道德品质 做到的杨不清 臣不作 他们可以积作杨清 所以他说 他们这三父子的 道德精神文章和气节 那是风雨共鸣身 永远一缕在人间 所以他夏连在说 三苏父子的气节 这幅对联 联起来就是说的 三苏父子文章气节 这很高的评价 对 特别高的评价 在三苏父子当中 成就最高的当属 苏东坡了 那东坡先生的粉丝 也是特别的多 这些粉丝也创作了 很多有关他的作品 像这个东坡盘陀校 东坡立基图 那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发生了 就是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 东坡先生的长相 都不大一样 那东坡先生的真容 到底是什么样呢 东坡是豪放词的开创者 以及代表者 我们读一下东坡词 九汉兄党上开章 它让你产生一种什么感觉 就觉得这个人 一定是一个 蒸蒸铁骨的八尺汉子 然后胡子满脸喷飞 但是呢 宋代有一个小故事 它能够还原 它面部的一个特征 就是它的胡子究竟有多少 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子的 就是东坡呢 它比较幽默 它就嘲笑这个秦官胡子多 秦官回记呢 它就用了论语里面现成的句子 君子多胡哉 然后呢 它其实呢 就是一个谐音 就是君子多胡哉 就是说 言外之意就是说 我秦官是一个君子 所以我的胡子很多 然后呢 东坡以欺人之道 还制欺人之 他就说 小人凡须也 这也是论语里面现成的句子 意思就是说 这个秦官啊 你是一个小人 所以你胡子才多 当东坡去调侃这个秦官 这个胡子比较多的时候 它前提肯定是 东坡自己的胡子 相对来说比较有限 可能也是山羊胡 我觉得呢 其实这个 我们去阅读东坡的不同作品 它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情感 或者说不同的形象的演绎 因此呢 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心中的东坡 它可以进行一种 多姿多样的一种演绎 在三苏祠呢 也有一处非常有趣的遗迹 我看就是我旁边的这个树根 大家能够猜一猜吗 这是一个什么树根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啊 东坡先生非常喜欢吃荔枝 那其实这个就是荔枝树的树根 那这个树根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在公元1068年的时候呢 这个东坡结束了 为父亲苏巡的首校 就回到了京城 在离开家的时候 他家有三位长辈呢 就种下了一棵荔枝树 并选与他约定 等荔枝成熟的时候呢 他就回到故乡来 但事实上是 东坡再也没有回到故乡来了 家长们来海来到三位寺 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 就这个院子里面 它怎么就出了这样的三位大文豪呢 其实大家有些忽略掉一个问题 树架有个非常了不起的妈妈 他教儿子你要不惨鸟雀 因为做人你是要有仁爱之心的 他们家发现钱埋藏的宝藏的时候 我要把它埋回去 他用他的言行去告诉孩子们 不是劳动汗水得的 一分一毫不能要啊 君子矮财 取之有道 非亦不取 他是用他的言行去影响 将来儿子们的言行 我们看苏世不是后来 他就是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 人生在最窘迫的时候 他却写了前此一幅 里面有一句 狗非母之所有 虽亦毫而莫去 他受到他母亲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多的 苏巡有言 家旗而后国制 正己时可修身 正是苏门重视 家风教育的真实写照 父子三人 为文 为人 为正 都被后人推崇为理想的标杆 也折射出读书正业 孝词仁爱 非亦不取 为正清廉的良好家风 成为令后世敬仰称颂的美谈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 文化时分